在台北市其实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网美咖啡厅 每个人喜欢去的都不一样 不过这一间咖啡 号称是所有女生都会喜欢的咖啡厅 不只是里面装潢真的很漂亮 还有他们的独家甜点之外 从饮料一直到甜点的摆盘 都真的是艺术品 走进店里 就会马上看到中间的颗干燥树 加上大片落地窗 阳光洒进来后 给人就像在树下野餐的感觉 也太美了 小小的空间竟然也可以被打造的这样梦幻 主要是营造温暖的环境 然后物质色调 然后有一些干燥花跟干燥树 然后让大家有在树下野餐的感觉 我们会希望甜点是有个故事性的 不单单只是吃甜点 主要会以希腊神话的故事为主軸 然后再去延伸甜点 一般外面的甜点都是就盘子 然后装蛋糕 就比较简单一点单调 那主要因为我们的甜点会比较精致 所以我们就加了画盘的元素 然后会想要让客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个是小三元抹茶七宫 你看到蛋糕本身就好像一个风景一样 不过就跟我说的一样 蛋糕本身不只是这么美 它连摆盘的都超漂亮的 其实啊光是切下去的瞬间就已经觉得它整个戚风蛋糕做得很软 它整个抹茶戚风的主体是非常的湿润 而且呢因为它的抹茶浆是带一点点苦味的 但是很浓郁 所以吃进去也是真的满口都是抹茶的感觉 这一道呢很美的蛋糕 它是夏米尔的羽毛 那其实他们这里的蛋糕啊 很多都是以希腊神话去做发想的 所以像这道夏米尔的羽毛 它就是在讲很希腊的一个天使长啊 它其实到凡间的时候不小心遗落羽毛了 那这羽毛呢后来就变成玫瑰啦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一道甜点呢 它就是有玫瑰然后再加上羽毛的元素在里面 很浪漫嘛 但不只是因为这样会受女生欢迎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们看这个摆盘 这就跟刚刚的摆盘完全不一样 就其实呢它点每一道甜点上来的摆盘 都不会是一样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啊 跟蛋糕是有相呼应的唷 就看起来呢你就会让女生很赏心悦目 跟外面一般的甜点点就不一样 拍照呢就会拍起来更开心嘛 天哪 你看 好薄啊 还会透光耶 它的羽毛 还满甜的一个白巧克力 其实这道甜点呢 它吃进去是有很多种的感觉 就第一层呢 你会吃到它有微微烤过的蛋白霜 而且因为它是用小红莓去做 所以吃起来是甜甜的 不过呢到下面它就是 柠檬莱姆的内馅 所以吃起来是还满酸的 再来呢就是它的塔皮 它的塔皮做的是很压实的那种 但是你吃进去不会觉得干 也是很湿润的 所以搭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有层次的甜点 不愧呢是人气第一名啦 这个是乌烈尔之巅 一看就真的很吸睛 你看到外面它这个啊 金色的罩子呢 它其实是教堂做成的 那这个乌烈尔之巅呢 它也是因为一个西纳石化的关系 就是天使长乌烈尔呢 它被下放到人间啦 然后在人间的时候 其实它有被穷禁过 所以这一个呢金色的罩子 就代表它被禁锢的感觉啦 那里面这个呢 它其实是巧克力戚风蛋糕啦 它其实巧克力戚风蛋糕中间 有榛果香品 所以吃进去是觉得很滑顺 然后呢整个是满满巧克力榛果的味道 哇 这杯也太可爱了吧 你看到这杯啊 就满满就是一个独角兽的影子 有耳朵之外 还有这样子卷卷的彩虹糖 就是当它的头发 然后吸管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一根脚啦 那这杯呢 它其实是一个紫薯牛奶跟黑糖的饮料 这杯很好喝 而且我没有想过是这种口感 因为喝进去啊 你会喝到沙沙 就是他们很认真地把紫薯打成泥之后呢 会混合一点黑糖的味道 所以它其实没有很甜 但是那种黑糖淡淡的香味啊 就会满在嘴巴里面 所以喝起来很顺 真的是不只是甜点 连饮料也很厉害耶 只能说呢 这间店真的就是聚集了所有女生会喜欢的 所有少女心会喷发的元素 很好拍照的干燥花 还有干燥树之外呢 天天很漂亮 摆盘也非常吸睛 今天来了之后呢 就知道为什么女生都一定会来到这边 然后就会爱上这里 就果然是很适合闺蜜一起去餐的地方 今天发展到这里 是不想让我跟我们担心的 大家可以做什么